好 歡迎加入WTO 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們今天呢是要做七夕情人節 那麼講到這個七夕呢 這個新住民可能比較不了解 可是嫁過來一年就了解了 因為呢我們每年在七月 都有很多的廣告對不對 所以呢你們原來在自己的國家 沒有說七夕情人節對不對 沒有 那最浪漫的社會記者這位 我覺得有三個人要下地獄 就是一個是2月14號的發明者 下地獄 另外一個是 華倫泰先生 另外一個是日本人 3月14號日本情人節 另外一個是中國人 就七夕 這三個人要下地獄 因為一定會有人提醒你啊 對不對 那尤其是2月14號就是全世界 那七夕的話你也不能忘記 因為中原普渡快到了 那所以呢我會怎麼過呢 我大概 普渡跟七夕一起過 其實是差不多的啦 對男人來講都是像在地獄 我們問一下馬子達好不好 當時是你的男朋友 現在的老公 那一天就想說外面有下雪 想說老闆就說好 那我們就在 因為京都不是說經常下雪的 那偶爾下雪 就說好下雪就是外面比較冷嘛 那就是我們在吃完飯之後再回去 所以我們就玩得很開心又吃又喝在店裡面 然後就是那個 然後等那個老闆出去的時候 他本來下雪的時候 老闆都會送我們回家下雨下雪 然後就是他出去了之後 他就說然後去暖車嘛 車子要先暖車 然後一進來就跟我講 我看到外面有一個雪人耶 我說一剛下雪怎麼會有雪人啊 一看就是我先生笑容啊 之前的男朋友就是那個 之前他是男朋友 他就站在那邊一直在等 就在等 等到你知道 全都是知道頭頂的雪 身上的都是雪 他就站在那邊等著我 對 就是讓我覺得很感動 然後 為什麼不動 他已經動腔了 結冰了 因為下雪京都因為是盆地 因為真的很涼 那我就覺得 你怎麼不進來 他說不想聽到我們笑聲 不想打擾到我 然後我去摸他的手的時候 好冰喔 那真的只有談戀愛的時候會做這個 對 這是瘋狂 是假的 如果沒有美好的回憶 我們怎麼度過現實的困難 OK 好 小平兒你呢 我那時候也是跟我老公還沒結婚之前 在沈陽的時候 然後我老公就有一年 他就是到長春去跟朋友做生意 那做生意的時候 他去的時候剛好快到情人節了 那情人節那天 那前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說 他可能不能回來了 因為剛開嘛 公司就很忙 不好意思回來 別人都沒有回來 然後我就有點失望 可是那我也很理解 畢竟是創業 然後呢 我那天我就 就是替老公買了一束玫瑰花 送給我自己 準備 對 然後準備自己 心酸的一個人在家度過 然後大概到晚上 就情人節那天晚上七點多的時候 有人就敲門 然後那天本來就心情不是很好 然後我就問誰 就沒有回聲 我就趴窗窗看 我們家二樓嘛 我看那個 那也是冬天嘛 二月份我們也是冬天 然後我看那個行裝 好像是我老公拿一大盆花 我就很開心 我就衝下樓去 然後我就很感動 我就抱著我老公說 老公你怎麼回來了 然後我老公就 把花給我 抱著花 我老公也是抱著我 從一樓到二樓 抱上來 抱著你還 你抱著花 他在抱著 抱著花的你 然後那個我就 我就問老公說 你怎麼會回來 他是說前一天的時候 他把所有的工作 就做到半夜 把所有的工作做完 特意就是有一天的時間回來 我老公有訂餐廳嘛 我們吃完飯回來 到晚上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以為老公不回來嗎 我就沒有準備禮物 然後後來呢 我就說那怎麼辦 沒有禮物 老公這麼感動 三十百里地跑回來 就是飆回來 老公去洗澡的時候 我就 我媽是做捐花的 我們家就有那種大片的捐 很大耶 然後我就把自己 綁在腰上綁個大 然後躲到棉被裡 老公洗澡出來的時候 一打開棉被 我說 老公千元節快樂 快拆禮物 快拆禮物 對 快拆禮物 快拆禮物 好 老公 我拆開棉被寫 所以你是全裸的 只有綁那個捐對不對 哇 哇 這就是你 還好笑 好拆啊 這是最好的禮物 這個要寫起來 要寫起來 對啊 不過不要常常這樣做 壓力很大 他已經很累了 還得打緊精神來 拆你這個禮物 沒有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那時候在熱戀 三四百里路 百里路這樣趕回來 這算什麼 就餵這個呀 就餵這個 對不對 好 問一下Sandra 我可能就是那麼多年 最浪漫的就是 住在台灣一年 第一年的時候 第一年住在台灣 就是 我們朋友也好了 那天晚上要去吃飯了 Valentine's 他說他也好了 就是幫我們聽好了 我說好 然後我大概六點多才洗澡 洗澡的時候 沒有人在家裡 就是我一個人而已 他還沒有回來 其實洗澡完 我打開廁所的門 就是有寫一陣字 就是說 Go to the kitchen 然後我心裡裡面 因為他沒有穿衣服 就是包一個 然後我就是想過 他是不是在廚房那邊 沒有穿衣服 但我有來玩一玩 沒有的 我就是想到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去廚房 去廚房那時候 就是有一陣子 在廚房的門口 這樣子寫 就是打開冰箱 打開冰箱 打開冰箱就是有 一個小小盒巧克力 然後有另外一陣子 藏寶圖耶 Go to the bathroom 去房間 我就是我要 要不要去房間 我就開始有點啟動 我就想過來 那在玩什麼 然後去 有三朵花 才有穿上 然後有另外一陣子 Go to the balcony 因為我們房間 那個門打開 就是一個小小的陽台 然後他就是在陽台那邊 又有一朵花 然後就是有酒 就是已經放到哈薩爾的邊 一樣捏一個小小的手指 對 然後就是 還有一張紙 然後就 然後沒有 最後 我也要就是 Go to the bed Go to the bed 以後才去廚房 真的 可是我覺得 那麼多年 最難忘 因為就是覺得 我躲到裡面一直在想 為什麼一直叫我去那邊 我一直在想 他就吃個太行的感覺 對不對 好玩喔 那第二年玩什麼 沒有 GAME OVER GAME OVER 只玩一次喔 只玩一次喔 只玩第一年喔 第二年就沒有啦 通常男人都是一次而已 就要繼續吧 真的 OK 明媚呢 我那個跟老公一起工作啊 我老公他比較早下班 因為我們要做比較長時間 然後老公下班就回家 回家洗澡洗好打扮的 很帥氣過來 然後就接我去外面 那一天就是 帶我去吃牛排 吃完牛排就去看電影 對 看電影就在那邊 然後結束的時候送我回家 他就送我一瓶那個香 不是香水 化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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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裡面還有那個金片有沒有 金箔 對 人家講說那個很貴 他什麼捨不得買 我老公他比較不會亂花錢 然後他還特別去買那個 化妝水送給我 對 然後跟我講新人節快樂 那 嫁給台灣人很不錯 一年可以夠兩次的情人節 後來 後來終於嫁到台灣了 妳真的一年也夠兩次 結婚之後 就沒有情人節可以 一次都沒有 對 可樂呢 妳有生氣的情人節 對啊 我們在那個 很多人在跳舞 我們在那個中間 一直返來返去 有一個女生 有一個女生就放過來 我就跳舞過來 就放過來 他也放過來老公的背後 我就跟他說 老公就在這邊 他又放過來 我放過來這邊 他又放過來這邊 我跟老公說 就是那種表情 我老公 對 妳老公做剛才那個表情 對 我老公 好氣死我 你知道嗎 我就很 又放過來跳舞 趕快跳完了那種 他放過來 我老公還滿開心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 當成我就不跳舞 說 妳怎麼了 妳為什麼會 對那個這個女孩 妳認識他嗎 所以我們兩個 那一天當場就吵架 對 不開心 對 我就把那個女孩子 對 兇猛 兇 可樂就是兇 所以我就 搭了兩巴掌給他 老公覺得說 我無力擠鬧的那種 就是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妳就帶我過來跳舞 妳就跟別的女孩子 很白癡 所以妳老公就不理妳了 不理我 所以後來他 我們哥哥就我回家了 他回家了 我們兩個禮拜就沒有 冷戰就對了 冷戰 就快要分手 很嚴重耶 對 很嚴重啊 就我個性很硬 他不來我也不會去找他 我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來 不用怕了 兩個巴掌太過分了 一巴掌就好了 沒有 我就是跟那個 你一直打 不行 一巴掌會整一片 這知道這個人 已經有主任在這邊 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們金人節 宣誓主權就對了 對 我們這個時候就 過金人節就 OK 免得又有人受傷 對 對 真的 美人節的性感演出 嚇著來賓大喊救命 不要啦 不要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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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過金人節 竟然惹我新住民 金人節的時候就是幫她 就幫她拖地 洗衣服 塞衣服 什麼叫幫她 什麼叫幫她 來 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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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們應該做 那我們問一下那個 脾氣最好的AVA 這句話好猛擔 沒關係 我今天很乖 很乖 有令人生氣的情人節嗎 有 就是不算生氣 是非常失望的感覺 失望 因為我們結婚以後 公公伯伯一直唸我們 你要不要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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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趕快生啊 趕快生啊 然後 對不起 然後 我們去年一月初決定懷孕 那結果一月第一我已經懷孕了 然後去看醫生已經都好了 對 然後公公伯伯一月份要出國完 所以趕好情人節 他們說你們過來吃飯好不好 因為他們隔天要出國 對 然後我們說那好算了 反正一起吃飯一起吃也OK的 也浪漫一點 然後我們吃飯的時候 吃飯之前我就說 我跟他們說我懷孕了 他們會開心的 不得了 對啊 他們會快哭啊 結果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就說爸爸媽媽 我懷孕了 然後 人會發音都沒有 蛤 繼續吃飯 可能就繼續吃飯 都沒有說 然後沒有說 啊 恭喜 都沒有講 都沒有講 繼續吃 繼續吃 繼續加賺對啊 然後五分鐘 五分鐘以後 五分鐘以後 連我老公就說 爸爸媽媽 剛剛Eva講的話 你們聽得懂嗎 他們就說對啊 就 聽得懂 聽得懂就好了 就沒有什麼 然後 換我哭了 因為我真的很難過 真的很失望 那回家以後 他們也沒有打電話 也沒有什麼 過了兩三天 他們才打 不是打給我 是打給我老公 罵他 罵你老公 罵我老公 懷孕沒有滿三個月 全方不能講出來 可是就爸爸媽媽媽 對啊 可是我們說家人可以啊 家人就是可以 家人就OK了 對 然後 我懷孕這個 還沒滿三個月 有一些 情況有一個 非常不穩定 他們也沒有說什麼 他們也沒有問我怎麼樣 懷孕 滿三個月以後 叮 開心得不得了 都很熱情 都開始買東西 都每天打給我 其實怎麼樣 怎麼樣 可以打給他 對啊 我很驚訝 老人家有這個忌諱 你知道嗎 表示他們真的很在乎 所以其實 Eva 這就是你在台灣的 culture shock 算是吧 算是 因為我們 一懷孕了 我們馬上要講出來 因為 不然人家碰你 還是不小心 然後你馬上要說 不好意思我懷孕了 你不要 OK 不過你現在了解了 還到今天有點不爽 我了解不代表我贊成 OK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這題要問的是 Mazda 有一次情人節 你特地做了東西 酒 蠟燭 還穿著他 他喜歡的漂亮的 性感衣服 情人節等他回來對不對 對啊 就是 因為第一次情人節 我先生讓我非常的感動 那第二次我是想說 我要給他一個驚訝 我讓他感動一下 所以我就 精心準備了 你把自己綁成一根蝴蝶結 我沒有綁成蝴蝶結 就是 玩間的一個化妝嘛 女生的 怎麼講就是 比較輕 可以輕鬆就把衣服脫下來的那種服裝 一拉就 一拉就全部都這樣 所以我用台語來解釋一下 就是那種蝴蝶結綁在這裡 一拉 你幹嘛把蝴蝶結一拉 不要逼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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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嚇到觀眾 不要 只要綁回去 就準備了 就是因為我本身就那個時候就 有一點肉肉的嘛 然後 只有那時候嗎 一直到現在都會 有真無簡的狀態 有真無簡 真的一直直直上升 不過就是 比較就是說 輕鬆 自己那什麼的 自在 對 自在 然後自己比較覺得 驕傲的部分 驕傲的部分嘛 就是把它就是 強調 然後也是用一個Ribon這樣子 就是Low to一半這樣子 我很少穿低胸的衣服 那個 那個 他講的那個過程 我們有手勢的 這是 班長帶領大家 發明出來的手勢 來 我們看一下 他說這個 把這邊綁很緊 WTO的手勢 W W 沒有 W T O 就是那種 WTO 就那個O太重要了 好啦 趕快妳老公進來了吧 就好期待好期待 從他進來 整個房間也是非常浪漫的 一個設計的 然後我先生進來 我就好開心 就衝出去 當然露出一半這樣子 然後我先生看到我說 你怎麼穿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把屁股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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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以為那是骨勾 為什麼把屁股露出來 快去換衣服 然後我就非常的不高興 然後後來一看他朋友 他帶了一個 帶朋友 對 好 那等朋友進來吃晚飯是嗎 對啊 吃晚飯趕快走吧 就是帶他過來吃飯嘛 然後就開始講 他們兩個就一直聊天 一直聊天 然後就是吃的東西 因為我只準備了兩個人的份 那邊就說我要再去做 然後就看他們來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聊 一直聊 快要到早晨了 到早晨了 生氣到不行了 然後我就一個人就衝到房間裡面去 一直哭一直在那敲那個鍵盤 我想說我先生可以發現快進來 那個男朋友發現會進來 一直敲敲敲敲 他還是沒感覺 已經到 真的天氣已經亮 天已經亮了 太陽出來大大的他會出去了 他那個朋友太早 真的氣死我了 又傷心又難過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我先生是說 因為他那個朋友 前面也當天失戀 所以他覺得他很可憐 就把他帶回來 沒有跟你老公說 妳也快失戀了 Grace呢 對 我們就去北海道 然後剛好那時候碰到情人街 可是因為我想說老公 或許說我們都都滅了 沒有過那個情人街 然後我一樣去問他說 老公我們要不要泡湯 到時候我們在Lobby再見面 OK他說好 然後後來我就泡了 我就去Lobby 我等了五分鐘 還沒來了 十分鐘開始不耐心了 後來我再等十五分鐘 我就說 真的什麼可以這樣子泡了那麼久 我就想說不管他 我就進去房間 結果我去那個Reception 就跟他說 我要拿我的那個鑰匙 他說沒有啊 應該有人拿走了 我就跟火大 我這個 要等火了 結果這泡完就上去了 對 然後我就想到 絕不饒他 後來呢 開門 怎麼鎖起來 我那時候是心裡緊張 一直蹦得要命 因為我想說 妳想太多了吧 這個蜜月太恐怖了 這樣的想法是合理的 接下來 接下來 後來我就說 我一直翹一次翹 後來他就開 然後剛開始那個 那個房間是暗的 就是 可是有稍微亮亮的那個 就是小蠟燭 我就說 那我就跟我老公說 老公 是妳老公來開 不是那個女的來開啊 沒有 我說老公 我就先罵他 我說老公妳為什麼不等我 然後我說 我等妳好久了 他就說沒有啦 他就趕快按摩按摩 就說妳知道嗎 今天是挺人家 我知道啊 然後他就說他幫我準備 就是 在幫我準備一些的東西 還有一個驚喜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 普通的巧克力 普通的 其實很便宜的巧克力 還有準備的酒這樣子 然後 可是那個巧克力 我覺得是最貴的 因為他巧克力上面放了 後來是 我們對面他送我的截子 後來我就跟老公說 還好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很氣 可是就開始開心 是有落差的那種 反差 就跟我反過來 對 OK 不過我想應該也有些 難忘的情緣節禮物 可樂妳老公送妳一個 妳帶來 真的是台灣男人 這有點像肯定 這給我 我加了那個平板 好像阿嬤 對啊 這個是阿嬤 我也是 我為什麼 上面是什麼 這上面 對啊 這個是以前 在南部 這個也 我覺得也蠻溫馨的 為什麼 就是一來 老公就是 很可憐 這以前沒有錢 就買這個900塊 我覺得也是很好 一千900塊好多錢 對好多錢耶 剛來台灣一起 等於說跟先生 從多米尼加回到台灣 對 要創業真的沒有錢 沒有錢 所以要買900塊 而且這個是我伯伯賢的顏色 好 看得出來 美 好美 這個不錯 為什麼 真的很美 很漂亮啊 我要到送給我的時候要穿 我穿得很好看 那時候我覺得很像一個 迷縫要聽的 很生氣 但是也很快樂啊 為什麼 第一個 青人節在台灣 就我老公把我買這個給妳 其實我也過過一個 又甜蜜又苦澀的情人節 就是那時候也是 那時候我在工作 就是在拍戲 然後就是大概六七點收工 那放飯我就不想吃了 就想趕快開告訴公路回家 那回到家 可能已經九點十點都沒有吃飯 那老公就知道我沒有吃飯 然後他就想說 弄個小點心好了 情人節嘛對不對 他平常也是不下廚的 可是他那天就想冰箱有苦瓜 因為我很喜歡吃苦瓜的料理 然後他想說弄個苦瓜鮮蛋好了 滿心期待的 夾了一口苦瓜吃進去 眼淚馬上流出來 好好吃喔 其實是苦到一個不行 我在想說 到底為什麼會這麼苦 可是你知道 他那個心意 你實在不好潑他冷水 就把他吃到 都不好閃住 就滿眼淚結束 可是就印象很深刻啦 對啊 就已經覺得很窩心了 又甜蜜又苦澀 對又甜蜜又苦澀 對 那你有為老婆情人節做過什麼事嗎 有啊 怎麼會沒有 情人節的時候就是幫她做家事 就幫她拖地 選衣服 塞衣服 什麼叫幫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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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是男生不做的 那我們是打獵習慣 所以啊 就是 那你命久念啊 拜託 那你命久念啊 拜託 那你命久念啊 拜託 每人念牆頭草 不是啦 你唱一首青年節的歌曲嗎 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跳過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真的她很會唱歌 所以她就是唱歌就是禮物了 對不對 對啊 我常常也是跟我小朋友 跟我老婆就是唱歌給她們聽 真的喔 我可能 小萍的一句話 讓每人節日子過不下去 老公說一句話 我就很感動 老公說 如果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啊 啊 不中小萍的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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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不下去 不要啊 老公送愛的禮物 讓大家又驚又喜 今天終於有那個收到禮物了 對 但是裡面呢 打開 打開 但裡面她裝了很多 很多愛心給我 哇 對 這個小萍 有一年 妳老公送妳一個很浪漫的情人節 對不對 對 一個禮物 是這個禮物 這樣妳會滿足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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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故事 因為我是很怕冷 因為我手腳都會很冰 然後有一年的冬天 我跟我老公牽著手逛西門町 那天還滿冷的 然後我的手就很冰 然後我就說喔我手好冷喔 那我老公就是口袋裡拿出這個手套給我 然後趕快套起來 然後我就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就這樣套起來 那妳沒有東西 那這樣套起來之後呢 無名之上有一個東西 就是卡卡的 然後想說這是什麼 欸 怎麼辦 就那麼不順 等一下 對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欸 無名之上有什麼東西 然後這樣子 把他拿下來 然後他把戒指藏在了 對 他有這一招欸 好厲害喔 然後我想說 好有心機 對 然後他說等我 我手冰 然後我就直然而然說 欸 開口說 我會手很冷 他就是 明明就已經準備好 放在他的口袋裡頭 這樣拿出來 然後這樣塞進去 就很 就很順 然後這樣直接套起來一個東西 結果把出來是一個戒指 對 他就這樣給我 所以我覺得 這個還蠻好的 師老師沒有這個感覺 對 對 我很感動 好羨慕 欸 可是這要看女人欸 如果是我 我卡到東西 我一定說 我一定會 我一定會 我一定會卡住 我一定會 要退貨 要退貨 對啊 你到底沒有檢查啊 我覺得喔 浪漫還是配浪漫的 比較會 我一定會被 看什麼東西會啞到手裡 對 對啊 這招 好浪漫喔 對 還不錯 不錯不錯 OK 那妳老公呢 我們今天情人節的時候 我們剛好在波蘭 所以她問問妳要什麼 我就說沒關係 我們已經講波蘭 妳幫我買飛機票就 算了 沒關係 然後她 也不會講波蘭文 也聽不懂 所以情人節到了 我嚇一跳了 她送 玫瑰花給我 然後我說欸奇怪 因為我們家裡附近 都沒有什麼花點 所以她到底 去哪邊買 去哪邊買 然後她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買的 所以蠻感動 然後後來這個感動 變成有點生氣的 又來了 又來了 對啊 對啊 因為她本來想說 我想覺得她是 OK What happened 他後來邀請 我弟弟幫他買花 可是 我弟弟在外面 所以他想說好 那我就用妳的手機 打給弟弟 他不會講波蘭文 也聽不懂 所以我手機 有大概三百多四百個人 他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都打 等到打我弟弟 因為他 我拼了 我沒有寫我弟弟的名字 我就是寫我弟弟 他 看也看不懂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就一個人打 一個人打 一個人打 然後我拿這個手機 手機費的 要付錢 賬單的時候 我嚇一跳 然後我就馬上打給公司 開始罵人 欸這個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平常付的錢 是大概 台幣大概一千 一千塊 然後那一個月 我要付 五萬多塊 五萬多塊 五萬多塊的總機費 書玫瑰花 好貴喔 對啊 因為他真的一個人打 一個人打 一個人打 然後就 有一些朋友 他已經認識 所以他開始聊天 後來終於 打到第三百零八個的時候 找到他弟弟了 這樣子 差不多 結果花了五萬塊的 不是他花了 是我花了 是我要付錢 你贖單要拿給他 贖單要拿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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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申報給他 要報銷 我唱歌給他就算了 所以欸這個 他的老公也滿有意思 他好認真在做這件事情 我真的很認真 真的很認真 可是美人姐 你看自己的 這個樣子 會不會有點不爽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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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爽 常常不爽 可是我告訴你 Eva 這件事情 如果你們結婚可以撐過十五年 你回想起來會覺得很好笑 很好玩 而且每一年都拿這件事情出來笑他 就覺得太好笑 怎麼有人做這種事情 這個好玩 OK 所以你一定要撐過十五年 那如果我來十五年 沒人家再問我好不好 小平呢 對 那時候我是也是跟我老公還沒結婚的時候 然後呢有一年就是過 我那時候沒結婚之前呢 我過的日子都是很糜爛的生活 每天都是 睡太陽玩月亮那種生活 就起床很晚 那我 睡太陽玩月亮 另外一種說法 對 然後我那個 情人節那天 我就睡到下午四點鐘的時候 我老公從外面回來 說快起床 教我起床 說有訂餐廳喔 今天是情人節 說快起床 要去吃飯 要舒適打扮 那我老公就說 就隨便問我一下 說那你那個 情人節你想要什麼禮物呢 然後我還躺在床上沒有起來 我就說 我就對空中畫了一個大餅 我說要這麼大顆鑽石的項鍊 然後我老公就笑像沒理我 就跑去客廳說 我到客廳等你喔 你快點舒適打扮 我們去吃飯 我就起床 我就發現那個 我們那個床頭櫃 床頭櫃 有一個小紙條 我看上面寫 打開抽屜會有一個驚喜喔 就這個項鍊 就這個項鍊 就丟在那邊 然後我一看 鑽石還滿大顆的 我就想 隨便說一下 怎麼突然就會出現呢 怎麼這麼神奇呢 然後我想 我就把項鍊拿起來 我老公說 我就這樣 我說是你送我的嗎 他說 是啊 我說這是玻璃的 他說 我有送過你假的東西嗎 然後我當時就非常開心 我就抱著老公 我說老公謝謝你 我說你怎麼知道呢 你是我肚子裡的回蟲嗎 怎麼我隨便說一下 畫個大餅 你就給我實現了呢 我老公說 我老公說一句話 我就很感動 我老公說 如果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就不配當你老公了 你怎麼玩不下去啊 你老公會害死很多男人 真的 好 開始來剪吧 認命 認命 剪一剪 有了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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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駭人不淺 日子還是要過的啊 OK 我們當老婆是貪什麼啦 對嗎 妳說 我 所以這個我就一直帶 我好可憐 不要再講了啦 停下啦 我親自誰知道好的故事 我沒有再講 我看這一段剪掉好了 要不然有很多人會離婚 真的 你看我的心 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可憐 你不要剪的嘛 麻煩你再搞錯就一樣 那明媚妳要講嗎 有一次她買這個東西來 不錯 盒子不錯 這個 看盒子我都很高興的 你知道嗎 真的不錯 看到盒子 今天終於有那個收到禮物了 對 但是裡面呢 打開 打開 但裡面她裝了很多 很多愛心給我 哇 對 自己做的 喂 這是糖還是保險套 不是 這個是泰國的糖 她說我平常也是 我是泰國的糖 剛剛在家裡是 因為這個是愛心糖 Grace愛的宣言 讓大家很感動 如果說恩恩的話 她還有阿公阿嬤還有其他人愛 可是妳呢 是只有妳一個人 如果說我沒有 就是很那麼的關心妳 那麼的愛妳的話 加油 金金過情的節 期待落後 因為我從頭到尾 我就想說 一定她還有個驚喜給我 一定她還會有 在想 我吃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真的我想太多了 太多了 還在想 還在想 聽說有時候老公會送妳們 很不搭的情人節禮物 為什麼會送妳一隻螃蟹 讓妳從此橫著走路 我現在還是個迷啊 我在想說就是 因為我太愛吃了還是怎樣 就送了一顆好大好大的 一個螃蟹情人節 對啊 我就想說 這要做什麼 他說你看 它煮了之後 那個顏色很漂亮 然後又很好吃 嗯 情人節 快樂 快樂 就沒有啦 沒有別的啦 知道妳很會吃海鮮啊 螃蟹腳有沒有 塞戒指啊什麼樣 沒有啊 我真的很期待 OK 然後 真的很期待 就是說想說那個 因為我從頭到尾 我是想說 一定她還有個驚喜給我 一定她還會有 把螃蟹吃 然後最後 因為那個螃蟹真的很大 螃蟹膏 我們習慣的話 就是把螃蟹 後來就是用日本酒加進去烤 喝日本酒 喝那個螃蟹的那個 很新鮮那個酒 因為我很喜歡這樣子 我在想 我吃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要小心一點 真的我想太多了 太多了 還在想戒指 還在想 那個是我們的希望 你知道嗎 對 有一年啊 台灣流行一首歌叫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對 那個是我的夢想 我真的買了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一車 然後送花來 我老婆嚇一跳 弄錯了嗎 是不是弄錯家了嗎 好 沒多久玫瑰搬完了以後呢 又有人按電影 快遞公司 送一個禮物 情人節的禮物 一定要 那老公也能夠享受得到 所以呢 我就買了一個 透明的內衣褲 情緒內衣褲 所以還是為了 其實新住民的婚姻 不容易維持 對 所以本節目其實 為了挽救他們的婚姻 真的盡了很大的力量 所以今天我們知道 有這個錄影主題之後呢 有一位新住民的老公 就自告奮勇來到現場 要給他一個擁抱 好不好 那我們請 Grace的老公 謝謝 不要下來 抱一下 你要對他說什麼 老婆 她說你是來台灣一個人 然後沒有爸爸媽媽 然後如果說恩恩的話 她有阿公阿媽還有其他人愛 可是妳呢 是只有妳一個人 如果說我沒有 就是很那麼的關心妳 那麼的愛妳的話 加油 我覺得所有取新著名的男人 妳真的要把這句話聽進去 他一個人來台灣 真的 除了妳的愛給他百分之百都不夠 妳要給他百分之兩百 對不對 好感動喔 謝謝妳喔 這樣照顧我們Grace 我好像他媽 WTO就是妳的娘家 不要怕 那我們接下來還有一個情人節禮物 要給可樂 因為可樂老公本來要來 但因為颱風飛機趕不過來 所以他有一個傳真 轉給可樂小姐 親愛的老婆妳好 這是妳最愛的老公 阿斯巴拉給妳寫的信 妳過得好嗎 她叫阿斯巴拉 這次老公本來要趕回家 因為天后沒有辦法 先祝我們情人節快樂 無法趕回家跟你相聚 可是這些小問題 不影響我們的感情 不管妳在哪裡做任何事 老公都支持妳結婚相伴 18年再苦的日子 我們一起走過 18年只是一個開始 甜蜜的生活往後會陸續發生 阿斯巴拉 妳看 傳到我們節目來耶 傳到娘家來了 可樂 恭喜妳 這又是什麼時候寫的 另外呢 不能來現場的呢 還有一個人 好 這個我們看一下 這個VCR是給誰的 這也是她的情人節禮物 哈囉 Emma 情人節快樂 麗嗨 呃 嗯 情人節那天我想要說 我們把當當給媽媽帶 然後我們就可以兩個人一起 掃牽手 我們去買情人節禮物 好不好 我們去買芋 我最喜歡的芋 那情人節 有些話想對妳說 就是 我很幸運 能夠娶到妳這樣的 一個西方的女生 一個很TOUGH的女生 就完成了我的夢想之一 那第二个梦想的就是 当当 那希望以后我们 可以有更多的梦想要一起去完成 好不好 就这样 Love you, honey, bye bye 嗨 老婆 情人节快乐 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了 最近辛苦你了 没有你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撑下去 然后又帮我生了 葳葳还有东东 东东在睡觉了 那现在只有葳葳在旁边 嗯 情人节快乐 那 晚上我们去吃大餐吧 不要带葳葳还有东东两个去 做电灯泡很 很麻烦哦 爸爸 什么事啊 爸爸你应该 要带我去吃东西 不然我就会饿肚子啦 你饿肚子 你饿肚子 关我屁事啊 好,拜拜 老婆,亲人节快乐 好可爱哦 你今年不用煮螃蟹了 不要 小萍老公送的礼物 既然让美人姐超火的 我的手机 老公 你今天想穿谁 老公 我去你帮我递个手机 下个月了还没有来 明媚,你老公送你那个盒子再拿出来我看看 今年比较小盒 为什么我都没有 有吗 有 就是明媚老公送给明媚的 老婆送你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 打开一下 打开礼物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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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可怜 我拿枪逼她的 我拿枪逼她的 很漂亮 很漂亮 老婆,谢谢你 谢谢 谢谢 OK,好 小萍儿 我也有 我也有 那她不了解你心里想什么 她也不配当你老公 对 回头率百分之百 你猜礼物 我帮你猜卡片 我可以测试一下 小萍你想要收到什么 你想要收到什么 那里面一不一样 我想要一个电话 不是,不是,不是 她的手机 手机 她的有手机 手机 她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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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哥 我请你帮我递个手机 下个月了还没有来 韩哥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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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讨厌喔 她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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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讨厌喔 哇 小米 小米 你再给镜头看一下 韩哥做的 韩哥做的 好啦,就你来拍好了 很开心喔 真的很开心 老公,谢谢你啊 谢谢啊 你这是我肚子里的回首 小米 你也有 好啊 那个洗衣粉 蛤 洗衣粉 打开看看我不知道 WIFE WIFE 什么东西 手里一台洗衣机 那是什么 支票 真的耶 真的 空白的 空白支票 沒有诚意 台湾副的 台湾副的 她的字我看不懂啊 她的字 她的那个 写的太那个 谢谢你在婚后的一千多天 努力的经营家庭 谢谢你还记得不解风情的我 那仅有几次的浪漫 更谢谢你不论快乐和悲伤 都陪我一起度过 我知道 我们还有一个 两个人一起旅行的梦想 尚未完成 但是亲爱的 请放心 一旦有机会卸下手边的工作 我一定会实现承诺 让我们拥有 专属自己的情人节好吗 爱你的老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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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切齐狗铃 一直不要停的 真的是续一芳 好 今天 很好 今天大家都得到礼物了 很高兴了吧 OK 谢谢老咪 谢谢 Candra Candra 这个是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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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Frank Fra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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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 好可愛喔 他代替爸爸來送禮物 OK 爸爸比較害羞 這是爸爸代用嗎 要沒有卡片 Franc好可愛喔 我不是Franc 我想要 我不是Franc 你是誰 Daniel Daniel Sorry OK 你們說Happy 這個也是誰寫的 爸爸先把 恭喜恭喜 OK啦 祝大家對我一個 爸爸在家裡 沒有什麼吵鬧的情侶 平安得好 謝謝 Daniel You're so lovely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